这两年最春风得益的华语演员,那肯定都已经变蜀了,向这两个流浪地球,都先连打破中国影史记录,创造片房奇迹的同时,牢牢战继了总版的前两年,国经并没有沉浸在许业当中,而教学芯片攀登者,冲刺金元的国庆党。 据悉,刀片又将是一部奔国主义题材的动影,而特意选在国庆大为祖国七十周年华拜契礼。 第九前,围军也曾在微博上吐藏过攀登者拍摄的艰苦,这部电影的编军是全国人大代表,次川省做学主席阿莱。 阿莱表示,他去电影攀登者的拍摄片场看过,围军是一个很玩命的人,有登山者需要他谋长续续。 冰天雪地里拍摄是很苦的,他抱着伤也不用替身,围军从围军进段时间的微博动态也不难发现,他对这个芯片寄予了厚望,不仅拍摄期间一贯的拼命,还高频度发布拍摄方式,宣传的十分茂密。 据说,围军已经进入剧组,拍摄了半个多月,因为继续元气持续上升,他已经从最开始议定的配角变成了0号。 官宣其他主演阵员封面,片方官方昨天也通过中国电影报道官宣。 与主角先由中处的高院,张义、胡彬、长龙、景格兰也都将他演。 继续在金融国庆阶段上用,网友能看到这个演员任何都不断定了,三三猜测,这票房肯定又是第一。 胡彬这次赚到了,好的皮材,优秀的演员,再加上专业的导演,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? 胡彬张义、张紫怡,作为女号的张紫怡,也知道张在片中是有一位视线学家。 成龙景格兰,尽管目前官方还未公布几位演员将是远奋量的角色。 但网友已经在根据几位演员的年龄,脾力情况突测了。 有人认为,按照成龙现在的年龄登上珠峰不太现实,可能是领队,组织者一类的角色,会搭载再等人。 张紫怡尽管演戏很拼,但登上珠峰应该也不太可能。 剩下的张宇和胡歌,可能性相对更大,景格兰也有可能的。 相信这部里如今影响主人的爱国主旋律的电影,或将再一次冲击中国电影片坊板,而且还有如此强大的演员阶容加持。 相信该片将成为今年的业余体黑马,甚至当时电影片坊板前三个月子,都是如今的也说不定。 毕竟能超越如今电影片坊的人,也只有如今了。 更多影视资讯,关注影视US一类。